18日台东县大五乡公所在花莲市公所安排下来到了市立图书馆参访 除了学习如何开园节流也申请有效运用经费 跟期盼能够把花莲市立图书馆的建设和经营院 运用在台东的图书馆新券还有健康福气站 市长沃佳琴表示期盼未来可以有更多机会和外省市各乡镇来相互学习交流 18日上午台东县大五乡长黄建兵一行人来到花莲参访 就各项业务推动以及开园节流业务进行经验交流 随后前往市立图书馆的制造者教室体验自制凶章及直播室等行程 了解市立图书馆朝着图书馆2.0的计划前进 包括科技的运用结合各个世代的研习课程 期盼未来为偏商带来帮助运用在图书馆的规划以及福气站 大五乡这一次来到花莲来参访 主要是带着我们财政课级各课室的同仁来做开园节流观摩跟学习 这一次在花莲市公所的安排之下 我们看到了整个花莲市图书馆的整个更新的案子 朝着图书馆2.0的计划在前进 我们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包括科技的运用 以及结合各世代年龄阶层的这些课程的研习跟训练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偏商会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 不管是对于学生或对于长辈都有很好的生活上技能上的提升 我们幻市市立图书馆在前几年经过的整理跟中央的典范案的一个经费补助之下 让我们整个图书馆的一个风貌改造跟整个氛围都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我们创客中心 那可以提供非常多有意义的课程 那这次我们也了解到大五乡公所未来也必须要做一个图书馆的整建或是新建 那未来可以采取花莲施工所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认为台湾跟花莲的交流真的是非常频繁 也希望能够透过彼此之间的一个施政建设 能够彼此交流彼此学习 那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不排除持续的到其他外乡镇去做学习观摩 那希望把大家好的东西带回来花莲 那我们也热烈的欢迎所有来到花莲的每一位好朋友 外来大五乡公所也会去图书馆业务建设上经验传承 包括计划提报与申请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 市长魏嘉贤表示 期盼多过乡镇经验分享彼此互相学习联络情谊 也带动城市间的互助合作 并持续密切的与大五乡公所等各乡镇交流学习 记得长邦院花莲师报导